现在国际格局正在经历着非常深刻复杂的变化 我们称之为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而且我们面对的国际和平与发展面对的风险挑战也空前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 所以在习近平主席和莱希总统的会谈中 习近平主席给出了中国的答案 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同时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 将通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为包括伊朗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机遇 我们也愿意跟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单边非凡制裁 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东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东地区不稳定 它对世界的和平有影响 同时它对能源的供应马上产生直接影响 也就影响到世界的发展 所以中国从多少年来一直是支持中东的和平和稳定 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我们从来不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 我们也从来都主张中东不存在什么真空 因为中东是有主人的 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中东人民的权利 应该支持他们自主的去解决地区问题 去实现和平 这是中国对中东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同时我们也主张地区国家之间有矛盾 但是可以通过对话解决 不应该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 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支持地区国家发挥核心作用 而不是在地区制造分裂动荡 多数字幕发言之后 是在地区国家发挥核心作用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集中 对于是在地区中文贵地区 阻挥核心作用 其他人的角色应该是特别的 所以我们将对地区别的发言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应该有在地区